人老了之后,害怕自己得病,但这终归不是害怕就能够解决的事情。 如人到了45岁需警惕肺癌,尤其是对于有家读遗传史的老人,每年都去做下体检,借掉烟草,远离二手烟。 人到50岁后,骨骼中盖成分流失比较多,女性更易发生骨质疏松的危险。 同时,对于这个年龄有心血管疾病的人群,还需警惕血管的毒刺、脑中风、猝死的发生。 除了这些病症,今天还要说的一种情况,就是在很多的老人身上,都出现了口肝现象。 据调查发现,有30%到50%的老人出现了口肝,牵口肝的情况,跟自身情况不同而程度不移。 针对这种现象,有的老人会采取多喝水的做法,一天能够喝好几杯, 以至于,自己的尿液都显示是喝水过多的状态,变成了接近白颜色。 但为什么还会出现口肝呢? 殊不知,口肝确实是有可能因为机体缺少,导致口腔分泌唾液变少,从而出现口肝。 这也只是在正常的情况下,但如果你不是看重情况,那就不要以为它是一种小的病症了。 它产生的原因会有很多种,看看你符合哪条,要怎么改善。 老年人出现口肝可能的因素一,饮食太过重口味除了喝水少,还有一种饮食因素,就跟长期食用重口味的食物有关。 重口味食物顾名思义,是含纳成分高,多油,多辣,多麻等,这些食物很明显的特点,就是可以带走我们机体中的水分。 特别是食用了大量食盐之后,在体内调节水针纳平衡的肾脏,会感到很大的压力,没有充分的供给下。 尿液便容易收缩,一是减少尿液的排泄量,二是出现口感的现象,教大家一个办法。 当体内食盐过多,你会明显感觉口渴。 尿液颜色也是因为体内缺水变成深黄色,老年人出现口肝可能的因素二。 吃过多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,需每间控制自己的血糖水平,避免血糖升高给机体增,加糖尿病并发症等危险。 一旦出现血糖不易控制,或者是血糖水平已经很高了,因血液循环差体内代谢紊乱,会出现的一种现象就是口肝,当病情稳定后,你也会发现口肝现象缓解不少。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? 需要老人控制富含碳水化合物食物的食用,如馒头、白米饭、白面条,更建议食用的是粗凉饭、杂粮粥、粗凉面条,既可以控制全天的总热量,还可以延缓餐后的血糖上升水平,对健康会大有益处。 各位朋友,你有出现口肝的现象吗?都是怎么针对性解决的? 不妨在下方评论中留言,分享给我们的营养士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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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